哈喽大家好,我是小楠,欢迎收看头脑眼大设计 5G离我们还有多远?目前,全球已有92张5G商用网络,分布在38个国家和地区 另外,截至7月底,已有126个国家和地区的392家运营商,先不已再进行5G方面的投资 根据最新的数据来看,全球5G订单也迎来了大洗牌 近日,诺基亚2020年第二季度财报公布,在财报中可以看出,诺基亚拿下了5G商用合同数量增加至83份 只比拥有91份合同的华为,而在今年4月末,这一数字还是70份 作为全球唯一的全面致力于ORAN商用5G Cloud RAN网络的供应商,诺基亚还将有更大的发展潜力 除诺基亚外,爱立信也于5G领域有着注重的表现,爱立信可以被视为国外设备制造商的后期之秀 其发展周期比诺基亚短,但5G订单数量确实最多的厂商,占获99份5G商用订单,覆盖了全球25个国家 诺基亚有83个订单,爱立信有99个订单,那华为目前取得了多少5G商用合同 到目前为止,华为的5G商用合同至今还停留在2月份所更新的91份 位居全球第二的位置 5G时代,华为凭借出色的5G技术在国际上备受关注 不过也正因此,华为在芯片5G领域都受到了美国的打压,如今更是麻烦不断 美国不仅四处游说,拉拢盟友兼用华为,还搞了一份5G干净网络名单 宣称目前全球已经有27家运营商在5G网络建设中放弃了华为集中兴设备 在此背景下,对于爱立信诺基亚来说是机遇,而对华为中兴来说则是挑战 对此你怎么看? 看完这个视频有想说的就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啊 视频元素来自互联网,由头脑眼大设计剪辑制作 欣赏最新奇的创业生活,请关注头脑眼大设计